货车开进了地下道 没想到啥的一声 整个车顶被削破 车内的东西也都翻了出来 甚至波及一名机车骑士 现场是乱成一团 警方几乎报案赶紧现场 看到这辆白色货车 疑似是没有注意线高 就这样闯进了台北市基隆路的地下道 这下子白色货车当场撞毁 炸裂成了敞篷车 东西掉下来还波及了骑士 造成了对方全身多处擦挫伤 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这事发生在6号上午11点多 46岁张姓男子公称 他觉得他的白色货车开得过去 没想到就这样子撞下去 警方初步观察至少有10公分的落差 也就是他其实根本是无法通行的 却是强行开进了地下道 导致车辆当场被销掉车顶 而他这样的状况 也波及了39岁的张姓骑士 因为被他的东西砸到摔车 全身多处擦挫伤 警方调查双方是没有酒驾的问题 疑似就是货车司机 没有注意线高硬闯 这下卡在新一地下道 车内货物四散还造成别人受伤 警方就特别提醒 开车经过地下道真的要注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